大家好,欢迎收看手游酷玩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天猫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游戏是略野仙踪 听到这个名字,大家就会知道 这是一个童话故事改编的游戏 我们要在这个游戏里头为我们的主人公躲过一场场的灾难 最终为我们的主人公建造一个美好的家园 现在我们正式的来到游戏里面 这款游戏在玩法上和以前我们玩的三角游戏是非常相似 唯一不同的就是这个游戏会增加一些个游戏背景故事 包括这些人物都会在游戏中进行出现 现在我们来到游戏里面 这一关我们要收集蓝色领节 每一关都是有步骤限制的 要在步骤限制完成之前把这些个物品全部收集完成 刚刚我们收集了一个红色的高盒鞋 看看这个高盒鞋在游戏过后会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 经过我们不幸的努力 最终也是三个性过关 任务完成了 现在我们来到游戏的第三关 在这一关我们要收集的物品就是黄色和蓝色各15个 这样我们在最复杂的这个片面上进行寻找 我们的主人公刚刚也找到了他丢失的这个小狗 看他的表情也是非常高兴 我们会通过三小游戏一个个的把他所有丢失的东西全部找到 最终完成他的这个梦想 感觉这款游戏玩到现在这个道具还没有出现 包括游戏下方也没有出现什么工具栏 像以前我们玩的三小游戏都会在下方或者是右侧出现这个工具栏 这样在玩的过程中我们会用这个道具把这些个物品全部消除 因为玩三小游戏就是看这个道具的吸引能力 如果道具有意思的话 这个游戏也就会非常的好玩 现在我们来到游戏下一关 这是第四关 在第四关我们的任务就是非常多了 而且还出现了一个比较狡猾看到比较害怕的人物 但是根据这个漫画的改编 我们会一一了解这个每一个人物的他的背景故事 这一关我们要收集27个绿色宝石 收集完成之后会给一个很大的惊喜 我们拭目以待 经过我们很快的这个收集 三颗星已经拿到了手 剩下的我们把这些个物品也就收集完成 现在感觉这个绿色方块的比较分散呢 这时我们要收集其他的物品 让这些个绿色方块在屏幕上进行的充值 充值完之后 这个绿色方块就会显得越多 我们在收集过程中也就非常的方便 感觉这一关我们用的这个铺手是非常多 还有五步 但是在最后关上头我们还是顺着的完成 最后这个红色高耳鞋也已经出现 这时候也就是通往下一关的这个解锁道具 已经拿到手 我们可以直接来到下一关 游戏的难度随着关卡的增加也不断的上升 在这一关我们要收集的物品也就非常多了 需要50个 但是这个铺手还是20波 我们需要借助这个人物的魔法 最终还是出现了一个道具 看完这个道具在使用过后会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现在消除还在继续 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二分之一 还差下一半 只要我们细心的观察 这些物品都会被我们成功收集的 根据这款游戏的玩法 还有这款游戏的操控性 推荐指数 三颗星 游戏的名字叫 绿野仙踪 如果哪些朋友感觉这款游戏还很好玩 或者说想看看以后的关卡 这些人物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道具 就可以在屏幕的下方 为我们留言 留言之后 我们会持续为大家进行更新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